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见之前有一些报导 例如英国金融时报 也曾经搜索过一些数据 它说原来有很多的标准 真的没有办法完成收购 它说Refinitive有些数据 就是2019年 其实原来只有25%左右的标准 即是能够在两年之内完成到所有收购 所以这个潜在风险大家要留意 刚才除了我们提到的那只Tracial Capital之外 其实我们看到其他有很多只 都是有一种见光死的样子 只不过跌幅没有刚才我们投出来的图 那只CGIV那么厉害 普遍你看到有一成多至两成多左右跌幅 命运都是差不多 是的 我想都是同一个情况 就是未宣布或者未落实的消息的时候 大家都炒出了一个期望 但落实了之后第一知道是哪间 有时候可能都未必说真的完全满意 那个收购的对象或者合并的对象 其次当然就是跟那个收购 或者合并价有关 其实都不是说这几个例子 其实收购的东西都是一些很出名的公司来的 例如说收购来的 例如WeWork 例如Wocket Lab 例如Grab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我想大家在这些独角售的公司里面 都听过不少的了 所以都不是一些可能说投资者不懂 或者投资者不喜欢的公司 但我想很大的程度可能都是和合并的价钱有关 如果你说股值太高的 其实合并了对之后那个投资者的表现 潜在的回报 大家即时会计算计算的 可能未必说真的好像预期那样 你上去的时候 自然的股价就会有大幅回落的情况 你刚才例如Grab 都被人说了很多个月的 最近好像听闻他全民回到新加坡第二上市算数 就是看看大家要follow得很紧 就是那个市场消息 因为他们通常我记忆中是最后一刻 知道哪个对象其实就已经公布 接着股价就会很大波动 即是不会事先有很多很多传闻 说谁和谁 但是如果我们要捕捉这些相关概念 有很多人未必懂得找那么多这些股份 即市场上通常最懒人投资就是ETF 那G-SPEC其实都有一些ETF 我觉得能不能玩过呢 其实我想当然看热潮 事实上这一刻当热潮慢慢退却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你说再买G-SPEC的ETF 其实就未必是一个很合适的时间 因为事实上很多G-SPEC 基本上股价都开始有一个明显的回落 加上新上市的G-SPEC的数目 大波那么减少 其实我想这段时间尽量逼一逼 买了的都可以想了 究竟需不需要有一些止赚 就是最理想的 但是如果虐了的都要想到 需要不需要一个止涉的情况 所以如果还没买的 我觉得这一刻又不需要即时 我要走进去买 因为事实上市场的气氛很明显 对SPAC来说 好像有些转坏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想都等一等 看看那个情况 是不是已经去到最坏的情况 或者那个动力 是不是已经减弱到 去到一个可以兜上来的情况 所以我想看清楚会有点 现在完全未曾bottom bottom都未必out 是 没错 这一只SPCX就比较出名一些 在美国那边的 一只主动型管理的SPAC ETF 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也有些ETF 例如一个叫SPAC 就是一只比较被动式管理的 一只主动一只被动 大家可以订阅一下那些条款细质 或者最重要是看DNAV 如果真的想买卖的时候 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机会